中国开发出新型高超音速发动机和新燃料 需燃烧效率惊人 导弹射程将成倍增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全爽 当前中美俄都将发展高超音速导弹列为努力方向 而发展一款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面临的技术困难是非常大的 俄罗斯的高石是目前唯一投入现役的 吸气式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发展此类导弹离不开先进的超燃重压发动机 或者是脉冲暴震发动机 这类发动机可以利用大气程中的氧气助燃 具有结构简单重量轻体积小比冲高推动比大 适应高超音速飞行等一系列优点 但是研制一款成熟的吸气式超燃重压发动机是非常困难的 让其稳定点火持续工作就是一件麻烦事 近日南华早报披露了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 其核心技术是采用一种新的固体燃料 并在不同的速度状态下选择不同的点火位置 从而能够让发动机在亚音速超音速和高超音速之间稳定的转换 根据发表在固体火箭技术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显示 这次我国科研团队改良的燃料 以棚粉为主 棚在粉末状态下遇到高温空气会剧烈燃烧 研究团队发现 盆末喷射燃烧时 可以利用发动机内部的激波来调整点火的位置 我们知道激波前后的气流特性 比如温度密度速度压力等物理参数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而在高超音速飞行时 发动机内部会产生不同的激波 这有利于燃料的稳定点火和燃烧 而发动机内部产生不产生激波 激波在管道内的前后位置的变化 以气流的冲压速度有关 我国科研团队 根据相关原理和大量试验 成功的通过控制粉末燃料的喷射点火和激波的位置 实现了冲压发动机在亚音速燃烧和超音速燃烧之间的转换 简单的说 如果发动机内部产生的激波的位置靠前 粉末燃料喷射的位置接近进去口 这就是亚燃状态 如果激波和燃料喷射的位置后移 混合和燃烧的时间更长 温度更高 就是超燃状态 科研团队选择的粉末燃料是一种新型的固体燃料 其应用范围比目前使用的液体燃料更广 而且便于储存和运输 对后勤保障的要求更低 据介绍中国团队已在地面试验台上 成功的模拟了25公里高度 6倍音速条件下 用棚粉末燃料实现了稳定的燃烧 其燃烧效率高达79% 大约2倍于同样条件下的 常规超燃冲压发动机 我们从上述介绍中可以看出什么呢 首先这是一种能够通过调整粉末燃料喷射位置 实现超燃冲压和亚燃冲压工作状态的新燃料和新方式 从而达成组合式发动机的效果 第二 这种燃料在亚燃冲压状态下的燃烧效率很高 如果用于导弹 可极大的提升导弹射程 其射程有可能是传统导弹的好几倍 这一点是相当惊人的 第三 这款新型发动机已在地面试验台上 模拟过25公里的飞行高度和6马赫的速度 说明它距离实用化已经比较接近了 这种在亚燃冲压状态下 总燃烧效率达到0.79的新型固体燃料 对于发展未来的高超音速导弹非常有价值 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列装自己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此类导弹会使用什么样的发动机和哪种类型的燃料 这些都值得我们期待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我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储备已经相当丰富和高端 必将会助推我军新型武器装备的发展 好 今天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